十几年前,密包书的好友兽爷,走到了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南下,还是北上,深圳朋友对他说,南下来深圳吧,这是中国最平等的城市,大家都去瞧瞧来到这里,再穷也可以在不及的城中村落脚,不管有没有深圳户口,死了都能享受1830元的免费定葬, 就一听说后十东然剧,头也不回的去了北京,十几年后,当年中国最平等的城市深圳,也回不去了,这座城市正在举行着一场场空趴,大多数人只能为贯,无法加入其中,一场空趴是在6月21日的举中进行,那天深圳的雨下都和舒华,走的那天差不多,为了忍愁深圳华乱城乱腹三期,房产登记中心前开, 开证明的人们排几场队,官方发完辟调,打印尼房证明排队五公里,婚姻登记处排队灵魂买房,是恶意夸大湾去逝时,将会调查到底,几天过去,官方也没说,清队到底排了几公里, 这又成了一桩无头公案,741套千万好柴,一来6776人认筹,摇号中奖率11%,6000多人失望走出摇号处,认筹最多客户,认了15个筹,3000万现金凳结在银行,结果还是没有摇中,这场空趴源于政府的限购, 若府的价格,已回到2016年,若府遗期二手房价格最高到了13万,37倍按价却仅为8万5,买到的人,等于洗几300万家, 这场空趴的入场券,是无妨证明,征信记录和二代万认筹金, 大部分在深圳的人,都没有入场券到,一个月前,价格5000万比上的招商双喜认筹, 超过900人交了500万认筹金餐,与摇号,中奖概率也只有五分之一, 若府摇号结果出来,排名第一的是个90后, 他摇中一套190平的房子,1600万,之前价格更高的招商双喜, 摇号第一位,也是90后,摇到了1700万的平层, 这两位90后大学毕业后,经过自己的奋斗,终于攒够了好几万块钱, 在在父母千万资金支持下,实现了自己的深圳梦, 都是九年义务教育,如何才能有你这样的爸妈, 中国银行共冻结了华乐城论说135亿元的认筹资金,摇完好, 你帮数算得下,开发山华乐上升了起码33亿, 为了什么?就为了把深圳的房价降个十几块钱, 2016年11月至今,深圳房价延价20个月, 寿业看到深圳房价示意图后, 兴奋地说,深圳房价冲了,断然是暴跌, 但寿业再仔细一看,20个月中均价, 从54986元,跌到了54111元, 每平米降了875元,最多的一个月,房价降了160块钱, 寿业怒了,我差这100多块吗? 我差的是1000多万, 上世纪80年代价格升回质下, 深圳率先取消票证,用市场手段引领中国30年, 30年后,价格双轨制的北风吹到这里, 这座步入中年的城市,又回到起点, 1.2016年,茅台价格疯涨, 经销商开始五盘吸收, 茅台办法是提出一间299元的空价限, 并对五盘的经销商进行处罚, 和地产商一样,经销商也留着无道德的血液, 茅台董事长在经销商会议上表示, 介绍入经销商推波助澜, 杨峰因为,以为到了利润收割期, 助商放开市场调控, 赚取的利润达到了几百还不满足, 像贩毒一样疯狂, 控价不长, 茅台又出台了限购, 一个账号限购两平, 物流地址不能重复, 结果黄牛开发出了抢购软件, 茅台官网,天猫, 苏宁都成了软件版的天下, 普通消费者想抢刀茅台, 就和重甲一样, 经销商不要推高茅台酒市场价格, 让消费者真正喝起来, 把价格管起来, 只需要改变市场的游戏规则, 公元301年, 就在中国傻皇帝说, 何不识肉迷的那一年, 罗马皇帝在克里, 先为了保障军需, 决心管制所有物品的价格, 他颁布了最高价格法, 对上千种商品, 设立了最高售价, 商人如果为例, 要除以死刑, 以死零零年后, 法国大革命领袖罗伯斯比尔, 在价格管制方面走得更远, 他对面包等粮食, 设定了最高线价, 这两次价格管制, 都引来电路人员, 商家关门大急, 商店严重短缺, 欧神推崇的奥地利学派, 否定数学对经济学的作用, 未来被主流经济学姐排斥, 但他们对于经济现象的推延, 正在现实中一遍遍被验证, 他们说, 在政府干预前, 牛腩和鸡蛋昂贵, 政府干预后, 他们就从市场上消失, 2015年以前, 深圳也有限价, 龙牌被按价允许浮动15%, 后来变为5%, 在新一轮调控中, 成为现在这样子, 奥地利学派学者还说, 干预是会上瘾的, 价格管制, 下一步就是配额制, 随着政府越陷越深, 最后, 有一天所有的价格, 工资, 利率, 简而言之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一切, 都由政府决定, 时下的政策, 越来越受到舆论影响, 只要出现排队买房的消息, 马上就会引来约谈, 政策升级, 罗伯斯必尔最后一次出现时, 围观的人群冲着他喊, 砍了那方脏的法令, 被砍的不仅仅是法令, 生爷说, 法国人民太文艺了, 在我们老家, 大家只会像小月月一样说, 打死你个归尊, 二, 时间前, 深圳一家, A股上市房企的潮晒老板, 终于恢复了自由身, 他是在五月初被带走的, 这一个多月里, 他一定在里面熟读了社会主义和新价值观, 因深圳前政法委书记蒋尊玉的二次摆布, 还有上市公司的潮晒老板, 还躲在香港四季酒店, 不敢回来, 吕瑞峰和学文, 这样深圳前官员出事, 都会有一波潮晒地产商人被牵连, 就改, 不是所有人都能全身而退的, 深圳的红利以前都被潮晒搬垄断, 潮晒帮不喜见光, 但控制了半个地球, 别光知道李光耀, 李嘉诚, 黄光玉, 姚振淮和朱孟一, 看看深圳资产前五十名的生意人, 有多少个潮晒帮的藏主, 郭英诚, 张俊, 黄茂如, 黄树龙, 朱顶剑, 近海鹏, 这两年他们终于低调多了, 深圳的孔利, 以后终于被利益小丑人垄断, 一个开发商说, 深圳旧村改造涉及到合法化问题, 只能国资被紧下的企业来做这个事情, 跟正苗红, 犯点错误, 也不具有影响, 万科在深潜入股后, 也获得了身份宏利, 发布了万春计划, 现建村, 做改造和美化, 和老乡们打成一片, 放夜深圳这座城, 40%的建筑基本是违建, 城中村改造往往成为延拓多年的工房拉锯站, 直到高房价钱凭彼此的伤痕, 此去建设38年后, 人造中年的深圳, 确实没有更大空间来发展楼市了, 深圳用上海三分之一的土地, 供养人相当于上海三分之二的人口, 与此同时, 深圳的需求完全没有放缓的迹象, 它是一线城市中落户门坎最低的城市, 应届本科毕业生有七种方式落户, 深圳顺势把秒P第一次写进红头文件, 地产商在深圳的好日子早就结束了, 就像大庆有田, 地下有主量看起来还很多, 但是开采难度越来越大, 开采成分越来越大, 华润这样的国企, 成为深圳的主心骨, 华润城的前身是大冲村, 2008年, 香港扎根的华润集团, 拿下了大冲村的改造项目, 这个城中村占地六十八万平米, 去及了十万人, 是全宇宙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华润接手大冲, 更像是华润集团和华润之地老大 无相都政治正确的表态, 大冲村打破了深圳的补偿传统, 所有村民的所有建筑, 无论来路, 就算为天, 都能按1.1万元每平米或同等面积回千房, 统一补偿, 大冲村柴天护理, 最终诞生了十个亿元富翁和四百个千万富翁, 但这也让华润获得了宝贵的时间成分, 华润进入大冲半年, 深圳房价一路暴跌, 军价不足万元, 六年后润服, 一切上市, 军价却达到4.5万元, 拆先成分靠着楼市暴涨, 一把收回来了, 深圳木头龙就改, 因几乎人家没有同意, 停滞不前多年, 三十多位业主到死都没有等而改造, 人生都像一场足球战, 不到最后一秒,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被对手以什么样的方式绝杀, 华润成项目还有两期, 华润前三期首要目标是快速去化, 剩下两期才是真正利润来源, 华润朋友后来告诉你包叔, 华润成项目, 当时算账还不赚钱, 没想到现在成了全华润利润最高的项目, 三、2018年广东高考作文题目是, 给2035年的年轻人写封信, 介绍祖国的发展, 深圳早早写好了这封信, 没多久他们就发布了一项政策, 2035年深圳新增一百七十万套住宅中, 商品房只占到百分之四十, 大多数房子将是安居房, 人财房和公租房, 这项钢铃式的蓝图, 被人们叫做二次房改, 很多人说, 深圳将搞别香港地产模式, 走向新加坡模式,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阵地, 深圳的房改还比其他地方早了十年, 1989年, 深圳曾经颁布过军云发展纲要, 当时深圳领导约定, 未来的房子商品房价30%, 福利房和威力房价70%, 发展的本来是新加坡,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住宅产业区一直代表政府造房子, 被公务员造福利房, 为企业职工造利润很薄的商品房, 联合国家要一分钱, 解决了公务员和企业职工的住房问题, 1993年, 深圳骄傲地宣布, 户籍人口的住房问题, 已经基本解决, 住宅产业区还因此得了联合国的人之奖, 但几年后, 住宅产业局越来越觉得自己被边缘化, 政府给的地越来越偏, 1997年, 神圳市区出了一块30万平米的住宅用地, 住宅产业局提出申请, 市领导说, 哪能都给你们啊? 最终, 住宅产业局拿到了7万平米, 剩下的20多万平米, 都被卖给了开发商, 副局长董玉成觉得, 吃到变了, 2003年, 深圳住宅局被撤销, 深圳下新加坡模式挥手告别, 从也不回地走上香港模式, 房价也走出一条不可逆的大阳线, 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斯康赛过, 深圳现在有1041万套房子, 未来17年即便新增100万套各种福利住房, 也仅仅占到市场总量的8%, 对深圳的商品房市场的冲击, 远远不如想象中那么大, 这种结局, 早在2003年深圳撤销住宅局, 坚定地走向港道路时, 就已注定, 住宅局撤销四年后, 一位深圳地产商资下里, 告诉法康, 房地产利润太高了, 挣钱都这样的不好意思了, 招商地产一位高管骄傲的说, 深圳来西谷1100套房子, 就能买下一粒集团, 十几年后, 这种平淡性耍流氓来关系, 就能发达他的故事, 都不再会发生了, 这座城市, 这个行业, 都遇上了各自的中年危机, 十几年后, 被当初地端驱逐出北京的寿言, 回头看, 终于意识到, 当年没必要纠结北上, 还是难下这个问题, 现实就跟很多女生当年的思考一样, 嫁给爱情, 还是嫁给金钱, 但大部分女生最后嫁不了爱情, 也嫁不了金钱, 卖都最后的结尾, 展开后, 他拿着包子说, 我忽然明白, 原来有些东西, 没有就是没有, 不行就是不行, 你看这么简单的道理, 连组都懂了, 我却还以为时间的一切, 都该有商量的余地,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吻TGnews.xy,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